Hello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我的影片之前,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喔 那我最近要去北方旅行 那我住在南方,希望準備一個南方的禮物 我就想到了蝶豆花跟檸檬香毛 我把它乾燥之後再去北方 給朋友品嘗一下南方的滋味 我覺得這一定是一個很棒的很別緻的禮物 所以來準備我的禮物 那首先我先摘這個蝶豆花 我摘新鮮的蝶豆花 那因為是當禮物 所以我要拆這種盛開的 它乾燥的時候花會稍微還是開開的 還蠻漂亮的 像這個把它摘下來 摘下來 這裡還有 摘下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我要把它拿來做乾燥 同樣的還要採收檸檬香毛 那檸檬香毛是使用葉子 所以我用剪刀把它剪下來 這就是我剛剛採收的蝶豆花 那香草一般可以用自然陰乾的方式 但是因為我離出發時間很短 我怕它來不及乾掉 所以我把它放到冰箱 類似低溫乾燥的方式來處理 減易低溫乾燥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把香草暴露在冰箱的冷藏室當中就可以了 我現在把蝶豆花放進這個冷藏室 那一段時間它就會乾掉了 就像這個樣子放在冰箱當中 大概一個星期內就會乾燥完成 那檸檬香毛也是一樣的處理方式 檸檬香毛已經乾燥好了 我要把它剪成一段一段裝進漂亮的玻璃瓶 像這個樣子把它一段一段裝進玻璃瓶裡面 這個是新鮮的蝶豆花 那經過乾燥後就會縮水變這麼小喔 糟糕了 剛開始乾燥的時候一朵這麼大 現在怎麼乾燥完全部只有這些 那我這個空瓶上面這個位置留太多了 傷腦筋這樣禮物好醜 只好靈機應變換一個小的瓶子來裝 那把蝦毛先拿出來 然後墊一些對蝦毛在底下 那這個是檸檬香毛乾燥好了 會變成這樣黃綠色微微的綠色 好那這樣子上面我們再來放點豆花 好就這樣子 好就這樣子 北方的地方就是韓國首爾 那這是民宿的冰箱裡面有什麼 就是我發現蝶豆花不夠乾 所以我把它放在冰箱裡面繼續讓它再乾一點點 放到民宿冰箱來做再繼續低溫乾燥已經有兩天了 我想它應該已經乾了拿出來要裝瓶了 把它裝瓶 然後成了我的禮物送給在南韓的朋友 這樣子把它全部放上去 底下我是已經先放了那個檸檬香毛檸檬草 上面是蝶豆花 這樣子 就蝶豆花的顏色 然後呢 又有檸檬草的香氣 這個是我要送給這裡的朋友 一個特別的南方的禮物 香港人 把你放在充音 沒有效果 加士 那一種 沿人 找無öt 沿人